托勒密王朝时期的亚历山大港 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之一 埃及文明与希腊文明在这里交融 建筑 文化 艺术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与胡夫金斯塔齐名的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亚历山大灯塔 古代世界最大的图书馆 亚历山大图书馆都来自这个时期 但这两大建筑都已消失 灯塔毁于地震 1480年埃及国王马姆努克苏丹 使用灯塔遗留下来的史料 在遗址上建造了盖特贝城堡 亚历山大图书馆在罗马帝国征服这里后被焚毁 藏书也都复制一句 这是最可惜的 因为这都是人类累积千年的知识 据说希伯克拉底的医学手稿 荷马史诗 欧基里德的几何原本 亚历史多德 阿基米德的手稿等都是这里的藏书 另外还有不计其数的远古著作 抄本都被无情的焚毁 如果他们一直在的话 人类科技是否会比现在更发达呢 大名鼎鼎的克洛迪斯托勒密 他著有一本地理学指南 详细说明如何采用精度纬度两种方法 将球体的地球绘制到平面上 一改过去毫无章法 也不准确的制图历史 影响了后世一千多年 甚至到了大航海时代 哥伦布都是依靠 托勒密世界地图扬帆远航的 但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 很有可能不是自己原创的 而是根据他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学习 以及大量的翻阅资料 整理 汇总 在以自己的理解编制的 那个时候也确实有很多科学家 哲学家 天文学家 他们的理论都是在亚历山大图书馆学习后提出的 虽然地理学指南随复附带的地图已经消失了 但有一位署名亚历山大的阿卡特斯 根据地理学指南 绘制出了当时的 以古罗马为中心的世界地图 这里面欧洲 亚洲 非洲都是有的 中国在这里叫做秦 和中国历史对上了吧 公元前500年左右的 米利都赫卡塔尔斯地图 是托勒密参考的地图之一 这张图以爱琴海为中心 整个世界被海洋包围 划分出了欧 亚 非 大陆 再往前几十年 阿纳克西曼德地图 又是米利都赫卡塔尔斯地图的前身 大体一样 这是更简单了 我们也能看出 越往前受限于人类的认知地图也就越简单 比如公元前六世纪的巴比伦世界地图 这张 啊不 这块地图 以巴比伦为世界中心 园内标出了山 城市 海洋等内容 七个角分别为外围的七个世界或者岛屿 在他们的眼里其他的地方都是奇幻世界 再早些的这张 嗯 块 出土自法国布列塔尼 圣贝莱克什版 大约公元前1900年左右的吧 这些圆形方形的线条 可能就是当时人们生活区域的河流 道路 房屋等设施 覆盖面积应该不大 基本上也是靠人们通过自己生活的环境所描绘的 呃 是在一块蛮大的石头上刻出来 目前已知最早的 应该是出自苏美尔的这张刻在泥板上的地图 如果它算是地图的话 这些早期的图 甚至到后期不以托勒密制图法绘制的地图 基本上都是没法看的 天马行空的 可以说是托勒密开创了地图的新时代 极大的扩展了人类的视野 但是我总觉得好像遗漏了什么 我们再看地理学指南的复刻本啊 其实它已经很先进了 特别像现代的地图册吧 那么托勒密大神有可能在刚才说的那些天马行空的地图中 绘制出如此详尽的世界吗 秦始皇的焚书坑入发生在公元前213年 后来渊渊相报 项羽又火烧 咸阳秦宫 这都是由史书记载的 这两次我们失去了多少古籍啊 还有我们开头说的亚历山大图书馆 公元前47年被罗马帝国烧了 也许这里面就有大量的古埃及文明留下的书籍 不止这俩地啊 再早 巴比伦攻陷亚书后也烧毁了大量的王宫藏书 这次焚烧也许还和马杜克有关 这都是有记载的 那没有记载的呢 更早的古籍更早的记录 那些远古的科学文化地理医学天文等等等等的知识 点击历史记录都在这些大火中被焚烧殆尽 这有什么后果 我想就是人类发展的倒退吧 因为人类的寿命有限 我们不能像三体人一样累积知识 我们只能通过书籍文字来传承 如果被毁掉了 尤其是在那个年代 会倒退吗 天文 地理 医学 认知 统统一夜回到解放间 那么 这也就解释了 如果地球编年史的故事是真的 为什么人类不记得 为什么没有大量的文字记录 只留下来那些没有使用说明书的建筑 那些急性怪状的线条 那些巨石 那些需要猜的泥板 石刻 因为只有这些才能在一次次的浩劫中留下来 这里说的浩劫当然包括大洪水和那次原古核战争 我们再来看看这张地图 叫做皮瑞雷斯地图 由奥斯曼帝国海军上将皮瑞雷斯于1513年编制 这是图的三分之一 另外三分之二没了 皮将军说它是根据来自古代亚历山大图书馆的遗留记录或图绘制的 这三分之一有欧洲北非和巴西海岸 我们如果把它和现在的地图做下对应 精度还不错 另外这部分说是南极海岸线 但这个偏差就大了 不过在1513年能描绘南极应该属于超前的认知了吧 因为南极人类最早在1820年之后开始探索 1900年之后 人类对南极地理他有了初步的认识 慢慢的随着飞机航拍卫星这些科技的逐步升级 人类对地球表面才有了高精度的认知 那这份超前如果真如他所说来自亚历山大图书馆 那么我对于倒退的人类科技这个理论就更认可了 那还有一个啊 还是来自1531年另一张奥罗修斯非奈乌斯地图 这里面的南极北极地图 这种投影地图 虽然和现在的高精度地图有差距 但这是15世纪啊 这个绘制已经很夸张了不是吗 它来自于哪呢 会不会是大洪水之后 阿努纳奇对一片汪洋的地球 用他们的卫星或者飞行器拍摄绘制的 然后这份资料恰好又躲过了一次次的浩劫 流落到了这位重置他的大神之手呢 如果资料没说话 那真的有可能了 那么今天的内容就先到这 感谢大家的支持观看 我是大木霸 我们下期见 拜拜 优优独播放